各位,今天是10月6日,星期四的中午 恒生指數今早都繼續上升超過100點 繼續受惠於市場衝敬下個星期北水又再來的情況 而且特別要提到,過去七年以來 國慶節後首遠的內地A股的交易人 都可以升到1至7%左右不等 所以預期折後A股走勢會比較亮麗 同時北水有機會向下來到香港股市 去買來人來險,所謂的大媽的外股之類 今天由油股開始發力 進一步突破三個月以來的高位 中石油,857都升到超過3% 特別要留意就是內險股 內險股,平保國壽今天都不錯的表現 近2%左右的升幅 都是受惠於剛才所說的 對於A股表現的憧憬情況 這樣的情況之下,我自己會看法 市況今早曾經最高去過23,932點 後市進一步逼近24,000點 正如今早所跟大家說過 既然恆生指數站穩10天和20天線 亦都突破了9月以來一個整股架局的收窄三角形 後市成交一到就進一步突破24,000點 不是高位的 首先看之前的一個高位 就24,364點 甚至乎可以更加高 記住,板塊方面 開始真的要調配 中資金融無論是內銀內險都可以 汽車股都可以,號賭股都可以 這些板塊都會比較受惠 大家可以真的關注特朗 如果大市上的時候 不需要太多鑽東鑽那去找西股 大陸的南下資金受歡迎的這些股份 都適宜趁現在準備突破的時候 換入多一點